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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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继续大规模的援助 还是放弃乌克兰 寻求与俄罗斯的和谈 不过美国方面也很清楚 现在的局面对俄罗斯有利 俄方绝不会接受就地停火和谈判 美国人甚至担心 一旦在乌克兰取胜 普京会对其他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提出领土的要求 那美国就只能硬着头皮亲自下场了 把缅甸内战放在第四位多少让人有点意外 但也是在情理之中 这是美国直接干预的 距离中国地理位置最近的一场冲突 战火直接波及中国领土 由于缅甸各民地武同时发难 充分暴露了缅甸政府军的战斗力不足严重的现实 特别是美国支持的克钦组武装非常活跃 目前 民地武已经基本上占领了多数中缅边境的贸易口岸 而缅甸政府刚刚与中国签订了交漂港的租赁协议 所以缅甸政府军在2024年内一定会前例以赴重新打通中缅经济阻廊 第五位的埃塞俄比亚内战距离中国比较遥远 但考虑到埃塞俄比亚已经加入了金砖国家 所以我们对这场战争还是需要了解一点 提格雷地区在埃塞俄比亚的北部 当地武装在2月初突然发难 试图攻陷首都亚地斯亚贝巴 推翻阿比埃哈迈德政府 经过激战 政府军击败了叛军 抽步稳定的局势 但是埃塞俄比亚与邻国坦桑尼亚厄利特里亚的矛盾 还没有完全解决 特别是埃塞如今完全没有出海口 作为总理的阿比一直主张有权利获得一条通道 穿过埃利特里亚领土通向红海 如何不受诸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需要很大的智慧 第六位的是尼日尔问题 这个国家在2023年爆发了激烈的抗议 驱赶了长期盘踞的法国殖民者 第七位的是海地内难 这个国家现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军阀与黑社会统治了国家 这也向前世界证明 稳定的政府和社会是多么的宝贵 而美国经常去颠覆别国的政府 搞乱别国的稳定是多么的可恨 第八是纳卡问题 与乌克兰战争有直接的关系 传统上俄罗斯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调停者 但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 俄罗斯无暇顾及这两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阿塞拜疆借助土耳其的大力支持 再一次对亚美尼亚施加压力 试图在亚美尼亚的领土上打开通道 直接与土耳其接壤 这将成为俄罗斯非常头疼的问题 这也是美国已经在下手的地方 台海问题和南海问题排在第九和第十位 这体现了排名者的纠结 这里并没有发生战争 但是一旦打响就绝不会是小规模的冲突 作者承认台海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与南海问题有关 是中美关系的集中体现 虽然中美都表现出了避免冲突的态度 但是几个不确定的因素却会造成风险 首先是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选举 如果赖清德取胜 并且再一次踩台独的红线 那可能引发大陆更激烈的反应 甚至直接无统 进而可能引发中美冲突 不过作者提出另外一个风险 美国不断地向中国进行海空挑衅 遭到中方的拦截和管控 如果像2011年那样发生碰撞 以当前的外交气氛 以及美国外交界的低劣水平 两国未必还能够用外交手段来化解危机 假如发生交火 恐怕要成为2024年最严重的冲突 从这时长战争的排名可以看出 美国学术界依然拥有全球视野 但美国的实力正在不断的衰落 对于多数战争 美国根本发挥不了制止冲突 保护平民 恢复和平的作用 更何况很多冲突 本身美国就是始作俑者 这个世界的秩序真的要改一改了 好 这句话就说到这里